木偶斯这个角色在刚出来的时候 狂喷真的 当时被狂喷 我说木偶斯这个角色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强 被狂喷 但是目前来看 你们有没有发现 基本上你们是没怎么看到木偶斯的 但是木偶斯的话 确实没有那么弱 但是也没有那么强 也不至于到狂喷的地步 为什么 因为前面之前就说过 这个角色 他是有一定的风险 他一定要需要扣血 才能换取这个六鬼的时间点 所以这也是他的优点 这也是他的缺点 所以说在高端局 这个角色出现的概率没有那么高 也是很正常的 然后这个素材的话 当时也比较老了 当时也是为了打这个课程 那么话不多说 咱再来学习一下 这个木偶斯怎么去六鬼的 没出发就好 下一个交出来 我干 他抽了一刀 我操 我操 这个蓄影能 我下板能抽到我的 没搞错吧 一闪 不舍得交 那就别交了 既然不舍得交 那就别交了 那就可不能是闪 还是没见过不是闪 现在 不是闪 那就别交了 不想交就别交了 别错了 再炸一下 接个的片子 他可能不要炸了一下 可能超出的变形 他可能不是闪 是闪逼出来 忍不住了 忍不住了 他可能接着我得憨着 另外有小可爱 需要上分 需要打牌子的话 也可以找我 全人类 高顺利都可以接的 我可以可以可以 牛掰牛掰 好好好 很牛掰 很牛掰 别休息 谢谢你 别休息 这边可能会有娃娃子 我们去耍船去了 他应该会控场 没有控场 二接了 5秒 4秒 有机会 我们只有有机会 能直接又到压好 船走了 喊前锋去了 前锋正开了 我们把它全拆了 天才是娃娃 我不救人 看起来 直接去小门 他肯定要守我们去了 他肯定要砍别人去了 这个局 他们直接来小门就行了 因为伞机刚叫出来了 没关注小可爱们 可以帮我电影关注 可以帮我电影关注 想跟主要厉害的话 也可以开下套课程 有全人类系教训 今晚真不错 今晚撞鬼太多了 太爽了 我看 素材都爆炸了 我看 牧尔斯 今晚撞鬼真不错 撞鬼我们就打得好 不撞鬼我们就修机 我看 拆娃娃把我摸好 不对他摸不了 去救那个 去管前锋 去管前锋 他去管前锋就行了 来来来 要小心救一波 没有时间结束了 我靠 眼上有没有娃娃 没内山找 直接往回走吧 不要这小船 应该是前锋 应该是能走吗 前锋没走 不要发信号 有不了了 他就是个娃娃 干嘛 他已经放弃了 走了 干嘛 可他玩大便活人呢 不是你在干什么 这魔术在嘲笑别 他把他逼走了 他逼他回来那啥 我说这个有这么磨叽吗 油压了小船计较 但是还太远了 载舰走了 真磨叽啊 干什么这么磨叽 哎操 人家没留着 你玩